国家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22号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以色列军国防军总参谋长甘子 习近平说 1992年中以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巩固和发展中以友好合作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今年是中以建交20周年 双边关系处在一个新的起点 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 深化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以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习近平指出 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以两军关系同样在稳步发展 近年来 两军高层互访增多 务实交流不断扩大 人员培训富有成果 中以两国军队建设各有优长 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相互学习借鉴有益经验 甘子说 以中两国关系传统友好 在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和推动下 近年来 以中各领域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推动两国两军 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